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2月7号 美国东岸当天晚上的时间 是拜登根据过去的惯例要发表国情咨文 在这场国情咨文里头它有几个重要的内容 而这些内容几乎都跟美国的国内政治 国际内的经济有关系 几乎都没有提到国际 大多数都在提国内的政治 政治部分就提到希望提高国债的上限 两党协商 不要因为政党的分裂跟斗争而瘫痪了这个国家 他一边讲共和党在下面一边大骂他 连很多脏话都直接在国会殿堂骂出口 拜登显然有备而来不为所动 过去了解拜登的人都说 不要小看他 很多人说他是好人 个性是软弱的 但是很多认识他的人都说 这个人意志力坚强 他本来是一个有口级的人 他把自己练到他在很年轻才二十几岁的时候 快要三十岁就已经当选了Delewell的参议员 这一次他也为了克服外界认为 他已经快要八十岁 不适合选美国的总统 他又有真正的口级的毛病 他就在这一次的国情资本演说之前 做了很多的练习 而他的表现非常的稳定 所以人们认为他初期的好 只是指从我们讲的两党之间 共和党对他的恶劣的态度 而他自己相当稳定的讲完他的话 不过他一上台的时刻 就宣布他希望美国可以启动 一兆美元的基础建设计划 到目前为止 闻风不动两年过去了 其中选举也失败了 但是没有采败 而在这次他宣布了是多少经费的基础建设呢 只有160亿 在哪里 在Hudson River这个地方 而这次他也宣布将来什么都要美国制造 只要他用基础建设所盖的地方 所有的建筑材料 每一样东西连螺丝钉 铁所有的你可以想象的木头 Made in USA 这个是整个他的核心价值 这跟川普让美国再次伟大的核心价值 没有差别 而且川普也没有说到说 我今天要做什么事情 什么材料都要来自于美国当地制造 因为他知道成本会大增 但拜登就直接宣布 我要干的所有的技术建设 水泥 钢铁 其实这不是美国当地主要的生产的 因为它价格太高了 都是进口的 钢铁 也一个螺丝钉 木头全部Made in USA 然后他一刚开始谈国情思维的时候 就从半导体说起 谈到这是他重大的成就 晶片也回来美国了 他只字没有谈到任何的国际政治 虽然事实上国际政治 是他现在处理最多的 对中国的问题 对俄乌战争的问题 是他最主要的 每天都在处理的事情 可是他几乎都没有谈到 不过美国还是一个 有非常强的自由主义传统的一个国家 如果你说这个国家没有完全垮掉 在过去的民粹主义之下 其实就是靠着美国这些拥有 知识分子传统的媒体 第一个是Washington Post Washington Post算是自由派 马上对拜登的谈话 做出fact check 事实查核 在事实查核里头 他说拜登所谈到的 对俄罗斯的制裁 只成功了一小部分 因为他说对俄罗斯的制裁 多么成功多么成功 他说只成功了一小部分 Washington Post的fact check 分成好几项来检视 拜登的权文 虽然他是一个liberal 一个自由派 不会支持川普的一个媒体 但美国的媒体 不会因为支持川普 就对川普随便的恶意攻击 也不会因为对拜登 民主党有所好感 而就对他歌功颂的 这是美国媒体到现在为止 仍然为止非常了不起传统的地方 他马上检视 当天立刻检视拜登的咨文 第一个对俄罗斯的制裁策略 拜登只成功了一小部分 俄罗斯目前仍然保住了2.5亿美元的外汇 他的经济根本没有像拜登所宣称的崩溃 第二个他检视拜登的咨文里头 有2.1美元的支援乌克兰的计划 他说的确这是事实 拜登做到了 他没有吹牛 接着是振兴美国科技业和制造业 他说在科技业里头 拜登透过晶片法案办到了 但是在制造业的部分尚未做到 另外在努力降低美国人的生活成本里头 《Washington Post》做了一个fact check 他说这个部分要打上一个大问号 因为通膨仍然是美国现在最大的人民生活的问题 他谈到要消除薪资不平等 但是《Washington Post》马上fact check 他说这个法案在2021年的时候 在众议院通过以后 到目前为止还在参议院 在基本工资提高到每小时15美元 该法案到2022年都没有能够在国会里头投票 换句话说你众议院当时是民主党掌握的 参议院只要贺锦丽多投一票就可以过 结果这两个你都没有做到 而这是美国现在最在乎的贫富差距的问题 刚才这两项fact check都是 在加强枪支管制的部分 这个部分《Washington Post》说他有做到 2022年拜登签署了两党协商后的安全社区法案 美国最著名的外交期刊《Foreign Policy》说 拜登的国情咨文强调的是民粹主义和保护主义 而不是全球事物 为什么 他的答案一定是选举已经开始了 《纽约时报》也很不客气地把他的咨文做了一个定调 拜登试图用国情咨文 然后再加上撒钱来赢回美国白人工人阶级的选民 就是那些导向川普的白人的蓝领阶级的选民 总统进场 参众两院议员行礼如仪 不分党派全场起立欢呼 这回拜登面对的是由共和党掌控的众议院 偏偏民主共和两党在许多议题上尖锐地整风相对 演说前半段双方还能保持风度 但当拜登提及他的前任大幅拉高赤字时 好戏就登场了 我的众议院是在美国的一段时间的 最终的决定 在美国的一段时间 美国的决定 美国的决定 共和党内的决定 美国的决定 几次的决定 請看 以往美國總統面對類似場面 羅伯置之不理 拜登卻選擇正面迎戰 並饒富深意地呼籲 共和黨調高舉債上嫌 好讓美國再次度過危機 委員會怎麼回答那些貸貸 他們做得正確的事 他們三次剩下的貸壁 沒有預測或危機 他們付了美國的金額 以防疫情危機 取債上限 目前在國會山莊 仍然懸而未決 拜登指責共和黨堅持削減支出 不對付人徵稅 讓他們繳納該繳的稅率 反而把腦筋動到刪減醫療保險 和社會安全的預算上 台下的共和黨議員 再度攜牲大作 提議彈劾拜登的眾議員 格林更高喊拜登是騙子 拜登不為所動 臨場應變 結果罕見地在發表國情資問現場 進行政策討論 還達成了協議 Social Security and Medicare is off the books now, right? They're not to be sponsored. All right. We've got unanimity. Let's all agree, and apparently we are. Let's stand up for seniors. Stand up and show them. We will not cut Social Security. We will not cut Medicare. 事實上 倘若美國國會毫無作為 醫療保險將在2028年破產 社會安全的退休基金 則會在2034年破產 意思就是目前56歲以下的人 享有的社會福利將減少20% 問題拖越久 未來福利金削減幅度也會更大 美國國會確實需要拿出解決方法 如果說這次的國情資文是拜登競選連任前的考試 拜登應該是過關了 他活力四射 戰鬥力十足 完全沒流露出80歲的老態 不時又展現接地氣的一面 和體恤民眾的親和力 和體恤民眾的親和力 經濟議題 但由於近來的中國間諜氣球事件 對中國議題 拜登還是得有一番表態 針對拜登宣稱 兩年內創造了破紀錄的就業機會 華盛頓郵報在核實時有所保留 兩年了 I stand here tonight after we've created with the help of many people in this room 12 million new jobs, more jobs created in two years than any president's created in four years. 紐約時報指出,拜登喊出重建美國的藍領藍圖 是透過創造數萬個不需要大學學歷的優渥工作 試圖迎回白人勞動階級的心,挖川普陣營的強教 我的經濟計劃是要投資在人間遺忘的地方 太多人都被遺忘了,以為他們是無視的 我明白了 因此,我們在建立一個經濟的環境,沒有人留在 工作都回來了,誠心都回來了 因為我們在過去幾個年來的選擇 你知道嗎,這是我的觀點 是一個白色的藍色的藍色圖,讓你們在家的生活有真正的分別 OK,我們開始了 事實上,已經通過的1兆美元基礎建設法案 重振半導體產業的晶片法案,以及降低通膨法案 都是著眼於讓美國人能擁有一份好工作 我們已經建立了,以你的幫助,800,000 很好的工作人員工,最快的增長在40年 然後,哪裡有寫的? 哪裡有寫的? 哪裡有寫的? 美國不可以領導世界的製作業? 我不知道哪裡有寫的? 過多年來我們買了工資 除了提高就業,汽油價格跌落高峰,製造業回流 拜登還宣布購買美國貨的新規定 現在我公認正議會連規制的建立 fundo索布北市民法部製作業 產Federal工資他現在為在中国化üs highly 建立荃كان成功能 不想到家 Excel 建立麥克力來建築 購買美國貨是為了支持美國製造商和工人 像當然爾也會排擠到亞洲與歐洲產品 總言之 拜登的國情諮詢演說在呼籲團結之餘 也吹捧經濟復蘇 並向選民證明 他還是有尋求連任的難耐 然而《紐約時報》指出 拜登的民意支持度近來一直在42%左右徘徊 是近代美國總統第二年任內平均支持度最低的其中一位總統 經濟正式拖累他的痛腳 他深思力竭羅列自己的政績 選民會不會買賬 還是個大約好